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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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地下核可能就说从地下的涌动出来的东西已经浮出来吧 应该是 很有意思 另外就是这次会议你们就用了微动力广天地 那么这已经是第五年了 对 你们觉得这个五年当中的这个动力还是微的吗 我觉得这个正好是一个回归 就是说因为一开始它的微呢是微不足道的意思 从最早的中国的互联网出现这个blog 到它逐渐形成一个社会力量 到它逐渐变成一个真正影响社会事物的一个力量 那看上去是非常巨大的 可是大家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 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巨大的力量 那我们现在回归的意义就是说 每个个体其实它的动力看上去很微小 可是当它放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 或者是一个联络的一个网络中间去的时候 这种动力就会立刻被放大和加速 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空前的一个效应 所以我们回头希望大家更关注的是每个个体 如果说以前回顾你们有个发展过程 将来五年你们会有什么样的预期 我觉得可能五年之后吧 应该说我们讲的不光是说大家期待的东西 应该说很多东西会变成比较真实的 可以实现的东西 那另外就是说每个人可能在这个过程之中 都有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人 还有可能过去几年积累下来的网络上的一些 蓄积的一些力量 他们可能都会爆发出来 但我希望这些过程是建设性的 就是说对中国社会去帮助的 你觉得这个互联网 特别是现在推特的流行 对于这个公民社会成立 这个形成以及这个政治生活的生态 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它会影响到每个人吧 就是说从我们过去认为网民就是网民 它站在一个反对派的力量上 那现在可能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覆盖性 它可能有更多的一些能力去伸展到传统媒体 还有上层 所以他们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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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